受武漢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学和幼稚园都停火 Amy 曾一眉这日就带上三个子女去家附近的沙滩来户外教学 你们又看不看得明白Amy 和四岁的二仔 Nathan 拿着竹在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呢 Amy 就给了个提示说是身体的一部分 虽然这日都很大风但是三个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妹妹 Camilla 还挖到一块心形的珊瑚 你看看她的样子多兴奋